2011年日本地震 大家都很紧张 但是照我们的采购部门跟我讲 罗姆的供货完全都没问题 稳定性就很重要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过 罗姆给我们的原件里面 有什么问题 因为很多你的device出问题都是IC 很多都IC出问题 然后你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但是我想以quality为最高的经验的原则 我想这是很不容易 当然很多日本公司也都是这么讲 但是你要做到是不容易 我们也是每天都要求新求变 那我看到那个ROM的这个Product 这个ROM map 我想也都是站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前端 我想就是要互相勉励的就是要永远都要学习 不要这个满足于现况 基本上我是认为说日本公司比较执着啦 因为过去我们做很多日本客户的产品嘛 但这个渐渐渐渐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呢 但有一些DNA也是跟日本很相近嘛 所以说我们也从日本那边学到很多东西啦 相对的像你们这么样有 我只能说有discipline啦 日本人比较有discipline嘛 比较有discipline的公司 基本上加上创意 然后加上这个台湾这些厂商 他把这个系统产品做最大的发挥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很高兴的在这里祝贺台湾ROM創立三十多年 音业达跟ROM 台湾ROM公司呢 已经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合作关系 我们也了解到ROM在车用电子 工业物联网以及智慧工厂的领域 有相当杰出的表现 希望今后呢在这些领域 我们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共创双赢 最后祝贺台湾ROM生意兴隆 业务突飞猛进 其实ROM给我一个就是非常reliable 值得信赖的一个公司 事实上我想每一位采购 或者每一个公司 他在写着这个供应商的时候 最大的重点就是说 你要写着信赖的一个来源 那个包含该公司的整个品质也好 还有它的可信任度 这个都是包含在里面 我不是只有谈价钱 我想那是最基本的 ROM是应该非常符合 像我们合授来讲 绝对是我们列为长期值得 依赖的一个供应商 我想在这个未来是IoT 互联网 还有AI的时代 那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日本人 日本公司扮演的角色 绝对是没办法期待的 由于在精小维系的零组件 我想这个都是ROM能够给台湾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就好像一开始台湾是从Modalbo开始 主机板到Desktop到Notebook 一直到现在Smartphone 我相信ROM在这里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说 普遍来讲 日商的话都对于产品的规格 跟Villability都做得很好 但是就如我所讲的 交货期的话 就不一定 那很难得的话 ROM是这几个都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那么所以比较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容易 跟台湾其他的厂商 建立一个长期友谊 或者长期关系的 开始发源的一个地方 看起来那个ROM是完全 focus在这些产品 特别是那个 刚开始开发的产品 比如说Transistor Dial Synodial 这些部分 我相信这是差不多1958年 刚成立的时候的一些产品 到现在还是在里面能够做得很稳 跟我们所知道有些其他厂商 就日本的厂商有很多很大的变化 完全是不一样 它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精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一直 从几十年前的那个 基本的那个 基本工开始的 Cemiconductor开始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增加这些 IC Power Control的IC 或者Sensor 我想这个是很对的一个方向 坚持一个原则 以及做好这个产品 我想 WAM会一直一直往后面整个潮流 所需求的地方前进 然后我想说 秉持说 WAM跟业界很多个客人的关系的话 我想这方面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我们也还是希望能够看到WAM的成长 也希望WAM能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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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